香奈儿又涨价了 今天底气烫了 不过可能我买的东西呢 是不涉及涨价的 今天就给大家开箱一下 我入的香奈儿小物 首先我们来猜一下一个香奈儿的鞋子 就是看看我在上海的家就知道了 我其实呢是一个鞋子控 大部分都是平底鞋 所以这次呢还是买了个平底鞋 很多人就会觉得 你明明个子那么矮 为什么还要穿平底鞋 可是平底鞋真的舒服啊 贵贵姐还帮我配了一个前掌垫 37码没有了 只有37.5码 香奈儿家的芭蕾五线 金色的爆裂纹的款式会更有性格一点 是最喜欢穿那种宽松的娃娃衫衬衫 下面呢搭配紧身的牛仔裤 穿一双芭蕾五鞋 是不是很可爱的 第二个呢是拉链卡包 我这种人呢对外不展示出来的东西 我一般呢都比较抠门 我就不太舍得换 比如说这个2017年买的Fendi的卡包 或是用到下面的这个黑色的皮 全部都掉光了 拆开 贵姐呢跟我推荐了这样一个红色的款式 它上面也是有拉链的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零钱啊放在里面 容量是还ok啦 可以放几张纸币 后面是可以差一点卡 在新加坡还是挺麻烦的 银行卡啦 信用卡啦 门禁卡啦 而且现在的包包尺寸也确实都蛮小的 根本就没有给你机会放那么大的钱包 现在都很流行拍开箱视频 所以我决定了 我会慢慢去学着买什么开什么的 来新加坡